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邓东强老师 今天最高兴的给大家带来我的第二门课程 编程必备基础知识 那么在这里 我要首先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来自BAT的资深工程师 目前就职于大数据部门 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底层分布式框架的开发和维护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门课程 编程必备的基础知识 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在这门课程里面主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计算机组成原理 第二个部分是操作系统 第三个部分是计算机网络 除了这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以外 我们还会加以实践以及课程习题 来帮助大家学习编程必备的基础知识 按照比例来计算的话 这门课程将会有60%的理论 加上30%的实践以及10%的习题 那么设计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 一个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形成 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结构体系 同时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计算机底层的原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帮助大家在工作和时间当中借鉴其中的优秀的设计 在这里我们学习操作系统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我们学习这些网络 也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新的协议站 那么我们学习这些内容 主要是为了理解这其中的原理 并且能够把相关的原理 应用到我们工作和时间当中 如果说我们在工作里面需要设计一个应用程的协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去接见这个TCP协议的可靠性 或者是这个UTP的不可靠性 再比如说如果我们设计这个缓存框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借鉴这个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等等的功能 再比如说如果我们需要设计这个缓存的淘汰机制 我们也会去借鉴这个设计组成原理里面的缓存淘汰机制 除此以外老师为什么要设计这门课程呢 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这些内容是计算机系的必修的专业课 在这里面课程所设计的内容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和这个计算机网络呢 都是大学计算机系的必修课 就拿老师所就读的985院校来说 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学分有3.5分 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有4分的学分 远高于同系的其他专业课 再者对于计算机系考研专业课的4大科目 除了这个数据结构 与这种算法比较接近 没有设计到本门课程里面以外呢 其他的三门专业课都囊括在了本门课程里面 第二个原因 这些内容呢是互联网公司 鄙视面试所逃不开的知识点 在企业招聘当中 大部分企业都会对应聘者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要求 包括在笔试题面试题的过程中呢 都会去考察同学的基础知识 这次包括了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统和这个计算机网络 这其中又以这个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尤为重要 而这些内容呢都是本门课程重点去介绍的 当然学习这门课程 并不是为了去应付比试和面试 而企业招聘 考察这些内容呢 恰恰证明了这些内容的重要性 学习这些知识呢 对职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学习这门课程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制程方面技能的提升 第三个原因 填补内容稀缺 补权短板 那么很多同学在学习编程的时候呢 都偏向于去学习前浪的知识 去快速的实现一个小项目 小工具 这样子呢 就很容易忽略后台 以及更为底层的一些知识 容易在后台 或者是更在底层的知识体系里面存在短板 同时在网络上 关于基础知识的综合课程也比较少 因此呢 设计这门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 补权底层知识体系的短板 那么这门课程有哪些特点呢 特点一是内容扎实 夯实基础 那么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呢 都是大学计算机系里面 最重要的一些课目 比如说计算机组成原理 投资系统 还有计算机网络 目的呢 就是帮助大家去夯实 这里面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课程特点二 知行合一 结合实践 纯粹的理论学习呢 是非常枯燥的 虽然说本门课程属于理论的内容 但是为了避免学习过程的枯燥 课程加入了丰富的实践的内容 在实践的部分 我们将会实现完成这个缓存置换算法 然后完成这个线程词的实践 以及一部任务的加载和运行 还有我们在最正确网络的部分呢 将会实现网络系统的工具 除了这三大部分的实践 我们在内容之间呢 也会穿插一些小的实践 课程特点三 内容重组贴听实际 那么本门课程在内容上面 进行了大量的重组 目的是为了突出重点 更加符合实际的工作需求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这个基准机组成原理的内容里面 老师就摒弃了这个硬件部分的内容 转而去 关注软件的逻辑 以及相关理论的学习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在传统的大学课程里面 关于这门课程 必不可少的是相当多 涉及硬件电路的介绍 比如说ALU里面的累加器 比如说与或非等门电路的操作 等等的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呢 我认为对于大部分从事软件开发的人来说 都是不需要理解的 这些内容呢 只会增加同学们的负担 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此在内容的设计上 就摒弃了这些意见的内容 转而去 关注更添合软件实际的一些软件的逻辑 以及相关的理论 课程特点是 图解丰富 帮助理解 那么老师在准备设计这门课程的内容当中 也在不断的思考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理论部分的内容 更加容易的被大家所接受 到目前为止 老师招作了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逻辑 第二个是图解 关于逻辑主要是为了 让这个内容的逻辑尽可能的清晰 让大家能够清晰的把握内容 而关于图解 老师在这个课程的PPT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目的是为了添加一些丰富的图解 以帮助大家进行内容的理解 到目前为止 老师已经准备到了第九章的内容 PPT的总数已经达到600多页 未来呢 如果整门课程设计完成的话 我估计所有的PPT 再下来会超过1000页 这么多的PPT内容呢 目的就是为了添加夫妇的图解 帮助大家进行内容的理解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也想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对实战课程价值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认为一个好的实战课程 它的价值在于 优质全面的视频内容 加上活跃积极的课程社区 以及干货满满的答疑服务 这其中优质全面的视频内容呢 是一门课程的基本要求 而这个活跃积极的课程社区 以及干货满满的答疑服务 则更是一门实战课程的价值所在 这个活跃积极的课程社区 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讨论技术的氛围 更加有利于课程的学习 而干货满满的答疑服务 则更是同学们学习路上的良识义友 老师呢也是非常重视同学们答疑区的问题的 一个方面通过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老师可以了解到同学们学习的心路历程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答疑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同学们的思考以及思路 这其中就产生一些很典型很精彩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是值得认真的去看待的 其实在老师的第一门实战课程里面 复杂服务就广受同学们的好评 那么本课程呢是相对理论的课程 而对于理论的课程呢 我认为这个答疑的需求是更加广泛的 答疑的服务也是更加的重要的 因此这本课程 老师将会延续之前课程的服务态度 持续为大家提供干货满满的复杂服务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这本课程呢 有14个章节 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 将会分成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和第五章去学习 那么第二章呢 学习的是概述篇 第三章呢 学习的是组成篇 第四章是计算篇 第五章呢 是相关的综合实践 在第二个部分 操作系统呢 将会分成三个章节去学习的 第六章 第七章 以及第八章 接着 对于这个计算机网络 分成的是五个章节去学习的 在这些章节里面 同学们将会学习到哪些知识呢 首先 在这个概述篇 将会学习到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计算机的分类 体系结构 层次结构 编码集 以及等等的一些概论的内容 接着 在第三章 组成篇呢 我们将会学习到 总线 存储器 IO设备 CPU 指令系统 以及等等的一些组成篇的内容 接着 在第四章 这个计算篇呢 我们将会学习到 精致的转换 定点数 浮点数 还有二精致的圆码表示法 浮码表示法 还有码码表示法 浮点数的适者运算 以及等等的一些 跟这个计算相关的内容 接着 在第五章 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综合实践里面 我们将会实现双线链表 然后呢 在这个双线链表的基础上 实现FIFO缓存置换算法 LFU 以及LRU缓存置换算法 接着 在第二个部分 操作系统的基础篇呢 我们将会学习到操作系统的 进程管理 存储管理 文件管理 作业管理 作业管理 MINIS操作系统 等等的相关的知识 在这个提升篇呢 第七章 我们将会学习到一些 线程同步的方法 进程同步的方法 并且予以实践 还有这个重要的概念 比如说 线程和这个最近很火的斜程 以及操作系统的用户态 和这个内核态 上下文切换等等的一些提升的内容 接着在第八章 我们将会服役综合实践 在综合实践里面 我们将会学习到 线程安全 相关的编程知识 线程池的实现方法 还有这个同步的任务 义部任务的执行 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最后 对于第三个部分 计算机组成网络 在概述篇 我们将会了解到 网络的7层模型 4层协议 还有包括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底层的一些协议的实现方法 相关的内容 接着在第十章 我们将会重点 学习这个网络层的内容 在这章里面 我们将会学习到 IP协议 ICMP协议 直网划分 路由算法 IPv6 等等的一些网络层相关的知识 然后在第十一章 重塑成篇 我们将会学习到 TCP协议 UDP协议 TCP的超市重存机制 还有用塞避免算法 心跳保护机制 相关的一些内容 接着在第十二章 应用层的内容里面 我们将会学习到 HTTP协议 URL支援 HTTP结构 HTTPs安全 HTTP服务 等等的一些应用层相关的知识点 最后在这个第十三章 综合实践里面 我们将会实现一个网络释放工具 在这里面 我们将会首先使用 在第二个部分里面 实现的线程词 然后使用这个线程词 去解析这个IP报文 以及ICMP报文 TCP报文 UDP报文 那么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综合的 可以大大提升同学们的项目能力 在这里 除了第一章 以及最后一章 其他的章节 都是关于这三个部分重要的内容 这门课程适合哪些同学呢? 这门课程适合一些非科班出身的同学 可以快速的帮助同学 补权相关知识体系 同时也适合一些科班出身的 但是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 在这里面可能有些同学的大学 相关课程比较水 或者说时间太长了 相关的基础都忘记了 同时这门课程也适合一些 渴望快速建立基础知识结构的同学 也适合一些渴望提升自己的同学 一些后台的知识 以及一些底层基础的知识 对于个人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了让同学们可以更好的去掌握 本门课程的内容 在这里老师也对同学们提出几个简单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要求是 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 自问自答 在听完某节课之后 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 自己问自己一些问题 以此来巩固这门课程的内容 其次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 触类旁通 在前面老师也说了 我们学习操作系统 并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我们学习进行网络 也不是为了去设计一个新的网络体系 那么在这里我们重点是 需要理解相关的理论 把这些理论迁移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去 这就要求同学们做到 处类旁通 举一反三 第三点 希望同学们拥有这个专业精神 因为这门课程 课时的关系 不可能全面的去覆盖每一个知识点 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那么这门课程呢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知识结构 所影的作用 这就希望同学们有一定的专业精神 对于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 或者是不理解的知识点 能够去搜索和学习相关的内容 以更好的提升自己 最后呢 对这个本门课程的环境 进行个简单的说明 本门课程呢 需要的是Linux环境 那这里面推荐使用的是 vmware加这个Linux距离机 来搭建这个Linux环境 同时呢 对于这个编程语言呢 希望同学们拥有简单的 先加加基础 或者是这个python的基础 以更好的学习 本门课程实践相关的内容 最后 非常感谢同学们看完 编程必备提出知识的导书视频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同学们 在论答区QQ群 可以关于相关的理论知识 或者是这个项目实践 进行广泛的深入讨论 我呢 是东方圈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